为了躲避追杀 女孩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古墓 出乎意料的是整个墓室空荡荡的 只有一幅画像和一块玉绝 聂峰伸手抠了抠 却发现这玉绝纹丝不动 以前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玉佩为什么会拿不起来 话来听姥姥说 要一对真正懂得情爱的人 感动了明太夫人 这个玉佩才会 女孩惊呆了 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身边的情郎 两人痴痴地望着对方 眼神逐渐交汇后 流露的爱意让两把无双剑纠缠在一起 可美好的温存总是不长久 外间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两人的交流 明月连忙上前查看 透过门缝看到的 却是一双充满杀气的眼神 正是追杀而来的独孤一方 独孤老贼来了 我们想办法冲出去 独孤一方 聂峰激动之下牵动了伤势 顿时觉得胸口疼痛难道 明月见状就要将自身真气输送给聂峰 聂峰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拿起无双剑就要继续拒绝 关键时刻明月点了她的穴道 她要用自身内力护住聂峰心爱 明月 不要耗损了你的内力 这样你会送命的 风 今生能够遇到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自己很清楚 我是无法活着走出这无双城了 可是你要好好地活着 就算是我求你了 明月最后留恋了一下情报 拿起宝剑头也不回地离开 而外间的独孤一方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仅带来了十万小弟 还有明月的老王 我数到三 你再不把她交出来 我就屠杀无双城民三千 一 二 明月 三 独孤一方一掌将明月打飞 关键时刻聂峰终于赶到了 随手一脚风神腿反弹攻击 带着明月飘然而去 奈何无双城的喽啰 早已经将这里围了起 聂峰不得不停下和独孤一方大战起 聂峰手势无双扬剑 配合风神头不断和独孤一方周旋 却没想到自己的攻击竟然没法过 还被强恨的真气阵异 独孤一方抓住机会 双掌将他打飞出去 关键时刻明月终于解决了一众 我接住了一封 两人自空中盘旋而下后双剑合并 独孤一方大战起 无双阴阳剑化作游龙 森森寒气让独孤一方也固执不在避风 可他终究老金巨滑 借着披风使了一招秀领青龙后重新站住 运起全身功力和两人一步停下 强恨的真气直接将两人打飞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